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成语叫蛊惑人心,蛊字,上面一个虫,下面一个敏,什么含义呢? 就是一个器具里养着一堆虫,当然此虫非普通虫,是毒虫,这种虫用来干什么的呢? 其实在最原始时期,有些先民利用此物给人治病,当然万物分阴阳,有好就有坏,它既能给人治病又能给人治病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们的人心逐渐退化,并不是说人心不是人心了。 从外再看,它还是一颗人心,但是贪嗔痴那一种种毒已经占据其中,导致蛊只留下了一个效用,那就是害人。 同时,它的确可以让人神志不清,或者做出更多错误的决定,这就是蛊惑人心。 很多蛊的饲养者并不是人,你种蛊了也不见得适合今生某个人结了院,人家找了写法师给你下的蛊,不一定。 也有可能是你前生得罪了谁,人家修成了写法师,具备了尸蛊的能力,然后给你下蛊。 也有的就是自己去了一些不该去的地方,比如说山间,古建筑,古庙,或者一些人机罕之的地方,触碰了那里的一草一木,或者触碰了一些特定的物件来种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